怎么会有鱼爱这么满心的小熊 看到鱼爱细心照顾受伤鱼可 才明白兄妹俩的感情有多好 这天鱼可吃竹子的时候 鱼可不小心从木架上摔下去 也许是被沙发木缝给卡到了 然后扭伤了 随后没多久粉丝们就发现了鱼可走路姿势不对 一瘸一管 不敢用尽 饲养员得知消息后 马上带着医生来给鱼可检查 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 大熊猫是独居动物 我们却时常认为它们不能过早地分开 依然很希望它们有办法 这也许就是在鱼可受伤后 就在粉丝们都在心疼鱼可时 那个因为哥哥偷喝自己的盆盆奶 而对着哥哥骂骂咧咧的小拽熊爱姐 已经学着妈妈的样子 照顾起了哥哥 知道哥哥腿脚不方便 看到笋笋吃完了 看了一眼确定哥哥的安全后 会去打包竹子给哥哥吃 为了让哥哥没有负担 还假装吃了一口才离开 明明是自己最喜欢吃的笋笋 可知道哥哥受伤后 约爱把所有的笋皮都咬了一遍 就算是闻了好几次 也没去吃那个大大的笋子 最后看到哥哥老是没有过来 便把竹笋打包给了哥哥 拿给哥哥钱 还顾及哥哥的面子 假装和他抢一抢 这一幕不知道温暖了多少疑闷的心 平时打得闹闹的 可当有事时 有事彼此最可靠的依靠 关键时刻都很爱彼此 爱姐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性格 和妈妈分开后 两小只就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一样 爱姐也会黏着哥哥 明明自己是妹妹 却像一个姐姐一样宠的哥哥 依依们时常因为于爱独立的性格 整活能力强 忽视了她细腻的情感 上次敦敦奶爸来给两小只加餐的时候 也许是看到好久没见的奶爸 于可像铺里奶妈一样扑了上去 可却忘了自己长大了 被爱姐看到了 爱姐第一时间冲了上去保护哥哥 这次哥哥受伤了 于爱一直跟着哥哥后面守护着 照顾着哥哥 于爱真的是一个暖心小熊 平时若要嫁玩一玩 真有啥都是一致对外 就像上次奶妈和外公收玩具也是这样 于可也非常喜欢妹妹 小时候于爱爬小麦步的时候 于可会第一时间接她下来 看到于爱想完秋千爬不上去时 会帮忙扶住秋千 可可爱爱都很爱彼此 可可爱爱天下第一好 虽然兄妹俩迟早会有分开的一天 只希望这一天能慢点来 呢 阿贝 对不起